所以你們最後選了 雲林 彰化跟南投 然後最後還是會來台北 對 為什麼會選這些地方呢 原本比較特別的場地 我們每一年演完的時候會去 我會發功課嘛 那那個發功課就像剛剛說 他就是選了金門跟苗栗去查 所以大家一人就是 一人就是要負責查幾個 然後最後我們就坐在會議室裡面 每個人就報告自己查到的城市 比如說金門 好 你覺得 為什麼要去金門找這樣 然後金門有拿一個 說一個道理來這樣 說一個道理來 然後好 然後他們就開始介紹 大家都好像那個觀光大使 金門有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一定要在這裡跳很好看 然後大家就聽 就 也還好 或者說覺得還好 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每一個城市 像我們 我們去年應該是做最多 搜尋的一年 就是澎湖什麼的也都找了 那後來當然 縮限於經費等等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考量 如何把現在找到的城市 然後那些場域又有很多的意義 像最後選擇彰化南投雲林 其實是這些地方都是文化的一個古城 然後有非常多的書院 然後有非常多的古蹟都超過百年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 這樣子演又可以像去年那樣 把它連起來 對 就彰化南投雲林很近 很附近的縣市 就這邊待一周 對 在那個地方生活 體驗 然後再移到下一個地方 對 還可以去孝子家吃個飯 然後去他家這樣子 不行 不行嗎 不行 不能回家的 不能回家 後面回家 對 但像今年其實是有南投人 舞者 那回鄉這件事情 其實從一二年 因為他們回台南的時候 然後到去年回花蓮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念頭 還有高雄 就發現原來要回自己的家鄉 跳你在跳的舞 是滿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容易在哪裡 不容易在於 像我們從離開台中高雄之後 的這些大都市以外 台東 花蓮 宜蘭 甚至像今年要去的中部地區 表演藝術的發展都非常的少 更不用說是現代當代藝術 是 所以這些地方在平常 是非常難看到表演的 對 所以你不用說現代舞 所以從去年開始 我覺得舞蹈旅行 就慢慢轉為一個這樣的念頭 覺得要把現代舞 或者說把舞蹈這件事情 帶去城市以外的城鎮 而這些城鎮是真的很困難看到 即便是那個大廳 他們有文化中心 可是演出還是非常的稀少 還是比較以傳統為主 對 所以 開始就有這個念頭吧 好 其實我還滿受 舒逸的這個想法所鼓舞 我最記得舒逸之前跟我們說 去年的舞蹈旅行 它是在火車上 募到了最後一個款項 然後火車是從台北到東部的火車上 才募到了這個款項 然後確定這個舞蹈旅行 可以繼續走下去 今年有比較好一點了嗎 今年到現在在努力中 因為這個計畫其實它毫無票房收入嘛 因為當初就是真的是很傻的做了第一年 那時候第一年在板窑車站演完好開心 因為你就是看到大家笑啊 就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很真實的一個演出經驗 結果後來才知道說一直演下去才發現那個開銷之大 就是有這麼多人要搭車 這麼多人要吃 要住 聽說你們都不是坐高鐵下去 沒有 也不用坐高鐵 你們都坐火車 坐火車 對 坐火車 對 所以慢慢的這個免費演出才知道說 它要付出的東西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大很多 對 然後今年呢就是也還在募款 對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不要到那個坐上火車 才確定有沒有錢這樣 好 我最後來跟我們聊一下 你覺得現代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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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一下現場那個廣場的大家們的疑問 到底在跳什麼 我媽媽現在其實來看我 因為我主要就是都是跳現代舞 來看的時候大部分都會懷抱著 她應該會看不懂的心情 可是她在看舞蹈旅行的時候呢 所以她也不會再跟我說 她看不懂或者什麼 所以她沒有問過你你在跳什麼這樣 舞蹈旅行的時候 舞蹈旅行的時候我覺得她滿在那個 跟我們跳的那個主題就是 在當下的那件事情 我覺得她滿在那個狀態裡面的 所以她真的沒有問我 說譬如說電風扇是什麼 或者是為什麼要尖叫我 她沒有沒有跟我提問 所以其他演出她會問你 其他演出她會說 你怎麼穿得這麼醜這樣子 之類的 就是有的時候 你怎麼穿這樣子 因為媽媽還是希望女兒 可以這樣很漂亮 很漂亮 有時候會說 你怎麼穿這麼醜這樣子 有時候還會這樣說 可是她在看那個舞蹈旅行的時候 她 我覺得她很開心 我爸媽都是耶 爸媽都是很開心 看完都是這樣 笑嘻嘻跑來抱我一下 太好了 她有感受到舒逸的苦心 對 那就是我在當下 對 就是在當下 真的就是那個在當下的感覺 那修宇呢 我覺得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我覺得 就是其實會有一些 像阿公會聽到沒有 阿公說現在有什麼會 你敢碰一下 你敢碰一下 其實我有一些 沒有跳過舞的朋友 沒有看過舞的朋友 他們會來看 然後他問我說 他們其實走過來 也不會跟我講說 你在跳什麼 他只會跟我講說 我感受到你們的那個氛圍了 我感受到那個氣場 然後我也講不出來 其實我看到什麼東西 可是我就是 感受到你們很快樂這樣 就是他感受到我們的心情 然後 當他這樣跟我講說 其實我心裡也會很開心 我會覺得 雖然我沒有告訴些什麼 東西給你 可是 我感覺獲得了一些什麼 而且顯然他看到了一支 愉快的 振奮的舞蹈 他自己也會覺得很愉快 很振奮 這就是舞蹈的意義了 對 對 祝三位今年的舞蹈旅行計畫 也可以順利成功 七月要開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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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任你 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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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